想象一下一个附带生存类要素的MMORPG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新世界 这是一款由亚马逊游戏开发并发行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玩家将在这片被诅咒的神秘岛屿上收集制作 并为三个派系之一的统治而战 游戏非常华丽 由玩家驱动的交易系统也十分大胆 然而在花费了170多个小时达到等级上限 并探索所有游戏内容之后 冗长的熟练度培养系统与缺乏充足的游戏体验 新世界并没有成为一款让人印象深刻的游戏 新世界的前提背景非常明了 玩家作为一名海盗 由于船只失势流落到一个被叫做Atenham永恒之地的地方 一个谣传充满着神秘和宝藏的岛屿 玩家可以在这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土地上砍树剥皮以及开采矿石 游戏里也有着战斗机制 特别是在游戏的前期上 战斗体验十分流畅 相比其他MMORPG 本作敌人的反应更加迅速 作战中经常躲避 这要求玩家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 而因为没有目标锁定系统 玩家需要瞄准好自己的每一次攻击 恰当时机的进攻或是躲避 都会决定一场战斗的成败 如果游戏能在这些基础上继续发展 无疑会促使玩家进行更多的战斗 然而实际情况是 随着等级提高 无论怎么样的华丽操作 玩家都不会对战局造成太多变化 玩家本应随着在永恒之地探险的同时 逐步提升自己的战斗水平 但到了主线剧情 这条路线却一步步的走歪了 从最初为了生存而战 对抗岛上古老的不死守护者 干尸和腐蚀亡灵 演变成永无止境的干资源 所有努力的回报换来的 都只是那些熟练度的缓慢提升 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 更重要的是 即使玩家收集了大量的特定材料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符合要求的城镇项目 才会刷新在玩家所在的定居点 玩家可以在永恒之地上 找到大量的传说卷轴 探索游戏的故事剧情 但游戏中的NPC非常稀少 对话也是十分直白 虽然随着主线推进 副本当中玩家良好的分工合作 能够留下不错的体验 但这些体验可以说是转瞬即逝 并且在完成这一切内容之后 玩家能够得到的 只有和NPC的简短对话 按照开发组的设想 永恒之地会是一块巨大无垠的岛屿 这里有着众多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着基于现实世界 各种文化精心设计的场景 特别是玩家在某些时刻 能够观赏到永恒之地雄伟壮观的不同景色 游戏内有着快速移动功能 不过仅限于地图上非常有限的地点 特别是在缺乏珍贵资源的时期 玩家经常需要在各个地方来回奔波收集资源 大量时间花到路途上 属实会让不少玩家感到焦虑 当然你可以说这让玩家体验到了永恒之地的广阔无边 但没有做起加快玩家的步伐 这一问题只会显得更加严重 游戏在接近默契的时候还是有些闪光点的 在五世纪时游戏会解锁派系冲突 这些活动会直接影响到玩家的方方面面 不过我们建议各位玩家在六世纪的时候再来 还有前哨战冲突模式 为游戏提供了充足的乐趣 多达40位玩家参与到10到30分钟的PVPVE战斗当中 得到的奖励十分充足 唯一的问题是很多玩家基本都坚持不到60级 游戏内的原游戏氛围非常浓厚 主要体现在玩家所处的三个派系 需要为全图11个可征服区域的经营做斗争 但问题是这做的有点过头了 派系实时的竞争值会直接影响到 该服务器的每一名玩家的游戏体验 最直观的便是税率 派系掌握的更迭 这导致玩家达到60级之前 在税务上是没有发言权的 同时也有很大的概率会遇到不公平的交易 并且由于交易类技能和由玩家驱动的经济系统相互交织 这导致游戏现状变得一团乱 例如因为游戏中没有类似大多数MMO游戏那样 可以出售倒酒的NPC 游戏的主要货币根本就没有一个充足的来源 这导致所有服务器所有的定居典礼 物品的价格都出现了剧烈波动 玩家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合理价格 让游戏内的交易变得越来越难 就副本而言 本作也没有足够的副本数量 个别可能十分吸引人 但游戏的匹配机制确实很糟糕 我只能无数次再找个好点的工会 和自己组国工会招人 两个状态之间来回互换 新世界花费了和传统MMO一样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意味着制作组需要提供更多的故事内容和游戏玩法 来填补这个庞大的华丽 但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的世界 满集后的PVP游戏体验可能让玩家会有动力去追求其他目标 但在此之前 大量高度重复的任务和让大脑发麻的资源收集 会让玩家望而却步 战斗方面 游戏前期的战斗体验有趣且有足够的难度 但之后50多个小时的打斗则显得有些乏味 和伙伴们一起联机 觉得会有一段充满乐趣的冒险旅程 但这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无休止的战斗和收集材料 以及考虑到当前服务器的经济状况和时刻进行的派系斗争所带来的影响 除去这些因素之外 剩下的只是一个中规中矩 蹒跚前行的MMORPG游戏